第39届金酸美奖揭晓,美国总统特朗普成最刹男主角犯罪喜剧片,福尔摩斯与华生获得四奖,成为年度最烂,美国总统唐纳德·特朗普, 凭借以自己为主角的政治纪录片,喜剧最刹男主角,难度是记者吴家俊,明天就是第九十一届奥斯卡金像奖,举办颁奖典礼的日子了,而关注最刹电影的金酸美奖,也依照惯例,在今天揭晓了获奖名单。 其中,由一坦克亨指导,威尔法瑞尔,约翰·贝赖利等主演的犯罪喜剧片《福尔摩斯与华生》, 包揽了最差影片,最差导演,最差男配角,最差前传重拍恶告续集影片四项大奖,堪称本届金酸美奖最大赢家, 显然美国总统唐纳德·特朗普,凭借两部以自己为主角的政治纪录片, 喜剧最差男主角与最差荧幕,组合两座奖杯。 和特朗普一样捧得两座奖杯的还有女演员梅丽莎·麦卡锡, 但她的情况叫励志得多,欢乐时光谋杀案,让她或评最差女主角, 得到奥斯卡提名的《你能原谅我吗?》, 又把寓意打了翻身仗的最佳淑莓奖带给了她。 值得一提的是,本艾弗莱克、希尔雷斯特·史太龙、梅尔吉布森, 也曾是最佳淑莓奖得主。 第39届金酸梅奖或奖名单,最差一片, 福尔摩斯玉华生最差导演,伊坦科亨,福尔摩斯玉华生, 最差剧本,五十度飞最善男主角, 汤纳德特·朗普,本人出境, 《亡命国度》,华诗119最差女主角, 梅丽莎·麦卡锡,欢乐时光谋杀案, 最差男配角,约翰C·赖利,福尔摩斯玉华生, 最善女配角,凯利·安妮·康威,本人出境, 华诗119最差银幕组合, 唐纳德特·朗普唐, 纳德特·朗普的鸡毛蒜皮, 《亡命国度》,华诗119最差前传重拍恶搞续集影片, 福尔摩斯玉华生, 最佳淑莉奖, 梅丽莎·麦卡锡, 你能原谅我吗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组合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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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